当时牵挂的时候 选这演员的时候是 已经想好了要找牛莉吗 对啊 牛莉跟 牛莉跟 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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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俩这个男女一号就是 实际上就是心目当中的这两个人物 我看网上有个事情啊 说演这部戏的时候 说牛莉老师老请假 有这事吗 是这个吗 当时是 是孩子的事啊 也不是 不是 是春晚的事 春晚的事 对 春晚的事 但是单位要求他必须得回去 对 后来我走 然后导演就在现场等着我 结果 有一件事情把我气得够像 快说 是我气你了 他在 那当然了 哎呀 我都忘了 你还记成 有一次啊 不许说 不是 他演的这个角色呢 是一个 精英大鼓的一个演员 叫什么 丑莫寅初 就自始至终唱丑莫寅初 结果呢 这戏拍了两个多月 他不敢张嘴 一句话都不敢张嘴 他只要一张嘴 必须我在后面给他配音 丑莫寅初 日转浮上 那你就想多了 你到现在别说这个 你让他唱歌他都不唱 就我对唱歌 对这个好像特别不行 那你现在唱了 你现在会唱了吧 丑莫 对 对 我想起来了导演 是 那天我演的时候 我就在那 然后呢 你比划 我就在那比划 然后导演 他只能张嘴 他不敢出声 就是将来给他找个人配音 实际上吧 我们就是有前期放声 后来找到前期放声 请一个专业老师给我们唱 然后呢 配音呢 就配到牛力的 牛力的形象里面 但是呢 你起码的节奏什么的 这个就可以了 你现场好歹得发出声吧 对啊 因为他用你这个灯 然后用你灯 有一天 有一天就是演 在台上 他演出一个重场戏 然后大伙都在下面看 包括刘薇啊 什么就是这几个 这几个角色吧 国强他们几个都在 江国强 然后呢 我还请老师来了 我说老师 您先给我们唱一套 然后 因为牛力早 这个一开始 基本呢 就给了他了 但是我说 您的意思 他这么多时间练 你得给我 怎么一个比我比我 唱两句 还是不行 其实我也在家也练了练 但是我到那真不敢开口 后来吧 我发现 牛力吃了一个形体的表现力 确实强 起个那表现 包括他弄了个大布筹子 在那练 我说 我当时 要是改成一个杂技演员 就好了 当时呢 你要请假的话 别的演员同意吗 他不是别的演员同意 因为当时吧 毕竟 就是演员角色比较多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 就在档期上 还可以串 调一下 调 你那时候也特别着急吧 每天 哎呦 来回跑 来回跑 当时挺上火的 当时我们拍摄条件 挺苦的 我们在一个大房子里边 搭了他们一个家 是吧 然后那个 把它有三个隔段 隔成三个房间 你跟那个国强的那个房间 在最东边 我记得 当时他特别上火 而且呢 他当时也没健身 应该说还 当时还没有健身 特别瘦 比现在还瘦 有孩子 刚有孩子 有孩子 我记得还感冒了 也不是怎么回来回跑 一说话囊囊的 对 是 后来那个春晚完了以后 第四天还是第三天 咱们就开始排 排戏了吧 对 我就去剧组了 然后剧组那个导演和那个 那个刘薇就开始说我那段子 你们就开始说我那个 充满小品那个段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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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